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立法院开每一天要花一千万元吗 休会期间让阿嫂陪你看懂立法院究竟在干嘛 2012年立委选举结果为例 国民党拿下了超过一半的席次 其次是民进党 立委的任务有立法监督审查 任何法律条例都需经过立法院通过 并由总统公布后才有效力 今天实案法三读通过 我们要感谢许许多多在这个过程中间 协助我们的学者专家 整个立法过程非常严谨复杂 要达到共识才能前进 立法委员透过咨询来监督行政部门 这是今年大法官候选人到立法院 接受审查时的画面 那么另外立委还有预算审查 与人事同意权等职务 318占领立法院行动以来 大家开始意识到 当参选成为事实 监督就是义务 其中立法院是国家做出重要决策的关键一环 阿嫂邀请大家一起 一天一分钟 国会嘟嘟好 那我们下集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